他是说里面散布了很多不实的讯息 还是会影响军心是不是 这个我只能跟邱部长讲 你只要部队跟我讲的一样 杜绝不当管教 让部队都是合理管教 我请问你谁想写靠北长官 虽然你是我以前的老长官 但是我跟你讲 这也不是你的问题 这个是你的部队存疾已久的问题 其实我再讲一下邱国正长官 我跟他开会开了一年多 每个月至少一次会议 有的时候一个月两次会议 我知道他的个性 我知道他的个性 他对于所有内部管理的要求 其实还蛮严谨的 但是他那个严谨仅限于宣达 他没有去做 他说没有单位 没有一个长官是去做验证的 今天我是邱国正 我跟所有的这个陆军司令 陆军司令部里面所有的主管讲 我要杜绝不当管教 我就是要这样做 你们去好好执行 好他讲了 我们也知道邱国正的个性 我们都尽量去执行 我问有执行到底谁知道 有人来验证吗 没有 所以邱国正长官 他的内部管理要求事项 我们承认非常的严格 但是有人真的到最后去验证吗 没有 所以我们都紧停留在哪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丁线面对邱国正长官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包司令 你所有的指示事项 我们都已完全办理完毕 但是实际上真的有贯彻到最底吗 没有 这个也就是我们各部队 为什么现在还有在不当管教的行事 因为针对于管教问题 除非你真的有人申诉 然后事局非常明确 才会有人去查 那你说平时有人真的来看你的部队基层管教做法吗 没有 就是因为部队管教做法有问题 才会衍生出那么多问题 但是没有人真正对这件事去查 去看 全部都没有 所以邱国正长官有这个 我认为他的想法应该也是 如果说我是他 我也觉得 我也会担心的 抵毁国军是 有个问题 你说 靠北长官里面 有没有人稍微夸大 稍微不识 或许有 但是我觉得 他里面至少也有三成以上 是真实事件 对 他觉得 因为他再怎么抱怨 难免有些人在进行事件的陈述的时候 会稍微有一点点加油天数 这不可否认 有些人 我只是说有些人 但是有些人是真实的写出来的也是有 我就不相信 昨天我说的那个两三洞洞开课前那些事情 没有这个事 绝对有 信不信 一定有 他才敢这样写 不然他就写 这个两一洞洞洞就好了 为什么要写两三洞洞 是不是 他写两三洞洞 他也可以写两两洞洞 一样是就期时间 为什么要写两三洞洞 绝对有这一件事 我觉得 不然他不会乱写 对啊 不然他不会乱写 他要写说是就期以后 他就写两两洞洞就好了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我们以前开巧合 都两两洞洞才去开 那他也一样啊 他课前准备会议 他觉得不公平 他就他为了要表达在就期后召开的话 他就写两两洞洞就好了 他为什么要写两三洞洞 可见真的 他们是规定两三洞洞 在开课前准备会议 所以你说这个会假吗 我是不觉得会假 只是说 他说开课前开到两次 或许有时候夸杂 有时候两三三洞 有时候两三四洞 或许有几次是两四洞洞 可能是这样 不过我觉得这时候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 他昨天讲这个课前准备会 我觉得绝对是这样 不然他不会写两三这个时间点 他写两两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说 所有的靠北长官里面的 所有人上传的那些文字讯息 都是假的吗 我跟你讲 至少三层是完全是真的 那大概有两三层 可能是加油前数 那有两三层 是可能是真的要抹黑长官 这个可能都会有 但是你想一想 竟然有人这么多人 在写这种文字讯息 表示什么 表示你单位真的有问题吗 例如我今天抹黑长官 那你要非常想 这个长官做了什么 不是一昧的打压说 你为什么有写后备长官 那请问你长官做了什么 对不对 都不能谩骂 光是那个 新叉后备指挥部 对不对 你光是这几天 又被写了多少 我知道他们指挥官 应该还没被拔掉 因为拔掉应该不会这样 所以你说 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啊 不是我们要写啊 是我们被欺压了 不知道找一个管道来抒发 那你在1985 又跟没有设置一样 1985又还要来调查的时候 把我的姓名给揭露出来 就请问谁敢打1985 所以你不要觉得 靠北长官这个平台 是来诋毁你国军的 恰好相反 靠北长官这个平台 你国防部长要好好感谢他 没有他 我跟你讲 你都不知道基层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写的真的就是现在基层 一直在发生的 为什么 为什么我都可以针对那些问题做说明 太简单啊 因为他也在我的时间点 我服役的时间都一直在发生啊 我讲的 昨天讲的全部在我服役过程中 都有遇到过啊 所以邱国胜长官你千万不要觉得 这些这个平台 是要来诋毁国军的 你先想一想 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正确的 至少有三成 那你也要想一想 为什么这么多人宁愿舍弃 这个建制内的回报制度 反而要去写靠北长官 这你我问题嘛 因为你自己的成情申诉管道 有问题谁要去成情申诉 他就直接靠别的平台就好了啊 你1985你一打去 不是不受理 或是跟你解释摸头 不然就是要叫人家去调查 马上跟人家讲说是谁申诉的 请问 邱后算帐你要吗 你也不想嘛 那请问你的这个1985的申诉制度 到底彰显了什么东西 彰显了词案 那请问谁要申诉 那既然赵北长官 既然申诉制度 没有办法传达他们想法 他们唯一的方法是什么 谁靠北长官 那最近这一两年 以我这样一路看过来 你们想一想哦 原本按照正常体系内 去做申诉成型的事情 反而都没有办哦 如果一写靠北长官什么都办了 那你说你们是不是犯那个字 我问你啦 我最简单的跟你国防部长讲 你自己看一下你的那个战斗个装 靠北长官写了满天飞啊 陆军后勤指揮部或是陆军后指揮部下辖相关单位 都出来解释了 请问有办吗 请问有拿出一个时间点吗 今天人家写一个总统讯箱 什么都有了 你说呢 你说谁要以正常 你1985的申诉管道向上申诉 没有用啊 我相信一定有人打电话 包括长官 我是陆军哪一个女的 我的弹头割装两年没下来的 我跟你讲申诉之后 好这个我们请 这个陆军后勤指揮部来作伴你 我们再给你回复 然后呢 他还是没拿到 是不是 所以这不是你的问题吗 这也是你的问题啊 你也没有好好去要求了 所以我觉得你说 靠北长官的平台 诋毁你国君 我宁愿说 靠北长官的平台 让你国君成长不少 让那些大长官 只会在那边说大话 不做事的人 因为靠北长官而影响了 他要去管制执行 所以我觉得靠北长官 这个平台很好啊 非常好 我就在学校单对职官的时候 真正遇到过一件事 比如说那一次申诉的是 我隔壁队的队长 但是你说我的队长 有没有这样 诶我的队长 很像这样执行 但是刚好我没被申诉而已 结果隔壁队执行 所以被申诉了 你知道那一天多快吗 他那一个人的申诉的 写的靠北长官 大概是前一天 两三两四的时间出来了 隔壁队长 午茶早上八点点完名字之后 就把我们叫过去了 赶快处理 这是谁赶快帮他处理 所以人家觉得写靠北长官 你就会处理 那有人会不会写 当然会写啊 因为正常申诉 没有人会理他们 反而写靠北长官 你就马上处理了 你长官就怕了 那请问他要去打申诉电话吗 我打申诉电话 我还要被知道我是谁 我写靠北长官我不具名 结果问题反而处理了 那请问谁要用正常体制内的状况做反应 没有人要反应啊 所以我觉得 中国政部长也不用说 这个靠北长官这个平台怎么样 那个就是官兵说一下话的地方 各个平台不是都这样吗 你确定每一个平台上面 所有人讲的话都是真的 包括这靠北工程师也是吗 他们说的全部都是真的吗 还是有时候发泄了薪钱 我已经连续加班五天了发泄心情而已 对不对 或许有些人是真的 是不是 只是说我这个平台 你可以适时做参考 你还是一样找一些人 针对这个平台 因为你都有找人嘛 尤其是政战的 针对这个平台 有比较特殊的事项 记录让你知悉 这样也不错啦 不过这个应该都是你下面在做款 应该是政战吧 政战在给我做款制的嘛 我觉得可以啦 只要是他们有心情抒发 或许可以从这个平台上面 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去做款上也不错啊 那我也从那个平台 发现了很多问题啊 我也是看着心有稀奇 以前也遇过 所以你说 要不要让这平台成立 也不是你说的算 我只能说 这个平台真的 可以让你国军改变很多 可以在那些烂长官 然后原形毕露 当然啦 我刚刚讲的 有可能 有些人是故意抹黑 因为他被垫了 他被扣架了 他不耍 他故意抹黑 他营长 会不会有这样的形式 也是有可能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你想说 那个兵为什么会怨恨他 或许是 整个评判过程中 有点问题 也说不定 那既然有这个问题 有人反应 我觉得都要去查 这个我很早就讲过了 只要有人在靠北掌管上面 说了谁谁谁 或是说了什么事 都要去查 你做了没有 还不是相怨 又讲到了 还不是相怨 对不对 那你说相怨下去 会不会有人继续写靠北掌管 绝对会 你只要相怨 绝对 有些人 已经写到烂掉爆掉了 你知道吗 你看那腰东市人力银行 那个市官长 他被写了多久了 为什么还在写 因为你们无动于衷 你们也不去调查 他当然继续写 写到他被拔掉为止 那你们到底有没有因为这个案子 去调查看一看 不要说一口就说他有罪 对不对 你去调查看不看吗 说不定真的有 因为我看他里面写的那些事项 是应该有可能发生的事项 他也没有写很夸张的 他就写恶心 而且这个休假什么的 那些都有可能在机场部队会发生 所以我不觉得他写的全部都是假的 我并不觉得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连续性 像剩下新竹这个事 我觉得你就把主观拔掉吧 那个主观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我跟他很熟 烂得要死 对啊 对啊